我们来继续看知识点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当然我们一说到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啊 你首先心里必须知道我们金融资产分了几类 对吗 你要不知道分了几类 你又怎么去做重分类呢 我们来一起说一下金融资产分几类呢 第一类叫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叫以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三类叫以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并且我们在金融资产分类的时候 我们这第一类金融资产 由于它有SPPI测试 并且单一的业务模式只为吃利息 所以注定了我们第一类金融资产 它只能是债权 而第二类金融资产 它的一般情形仍然是符合SPPI测试 但是它的业务模式是双目标 既为吃利息又为赚差价 所以它注定了也是债权 但是我们第二类金融资产中 除了一般的这个其他债权投资之外 还有直接指定成的 非交易性的权益公益投资 也就是其他权益公益投资 那就意味着第二类金融资产中既有债权又有股权 而第三类金融资产呢 由于它本身就是个兜底像 凡是债权投资 你画不到我们第一类第二类里去的 那你就只能是第三类 凡是股权投资 你不指定为第二类的 那你也只能做第三类 或者是我们能画到第一第二类里去的债权 我们愣选择了供应价值计量 转成第三类 化解会计错配 仍然是允许的 也正因如此 我们金融资产的三分类的每一类里边 我们清楚的看到 第一类它只有债权 第二类既有股权又有债权 第三类也是同样既有股权又有债权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重分类又是指的什么呢 重分类指的是这三大类金融资产之间的 类别化转 当然在具体化转时 这里边是不包括着股权的化转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说企业只有在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的时候 那么应当按照对其所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别小看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这可告诉我们 金融资产重分类不是你想重分就能重分类的了的 你必须是有一个原因的产生 而这原因是什么 那只有一个 就是改变了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考试时 如果从这做文章给大家出题挖坑下半子 你一定要注意 这他要不是那个改变了业务模式 你就不能重分类 牢牢记住这件事 那么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应当自重分类日起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快据处理 这道话也是很有含量的 他告诉我们一旦有了重分类了 从哪天开始做账呢 从重分类日 那么做账时用什么方法呢 不要用追溯调整 只能用未来适用法 其实这也是我们客观体的选项 要注意 不得对以前已经确认的利得损失 包括减值损失或利得 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 这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你只能用未来适用 大家知道 所谓的未来适用就是站在今天看未来 对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不再提起 所以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未来适用 我们这里面重分类是一旦符合原因 一旦要重分类 一旦我们找到了重分类日 就在那一天按照未来适用去考虑 观点是重分类日这一天又怎么确定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但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很多人在这儿有点发懵 我来告诉大家 那么重分类日呢 它是指导致企业对金融资产 进行重分类的业务模式 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 天哪 这到底都说的是什么 一环仅扣一环 我们都似乎有点分不清了 没关系 我问两个问题就明白了 首先我们注册开始考试 是以什么样的企业为背景 以上市公司 那么上市公司的报告 如果不说年报的话 比如说我们平时的中报 是以哪一个阶段来作用我们的报告期间的呢 我们上市公司通常都是以季报 所以首个报告期 我们这个报告期是按季报来考虑的 是按季度考虑的啊 那么在季度的季报的第一天 那么你要注意了 比如说第一季度的第一天 那是一月一号 第二季度第一天 有人说三月一号 你发懵了啊 一季度三个月 那是四月一号 那么第三季度的第一天呢 你得数一下 四五六过去了 那就是七月一号 那么第四季度的第一天呢 七八九过去的 那就是十月一号 也就是说 我们的重分类日 应该是在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 那就说明重分类日就跑不出这四天了吧 没错 就在这四天里 假如啊 你是三月九号改变的幼模式 那么你的重分类日是哪一天 很显然你落在了四月一号 假如你要是五月二十八号改变了业务模式 那很显然 那就是下一个季度的第一天 是七月一号 那你说我要是九月十三日改变了业务模式呢 那么我选择你只能是十月一号 其实这事要是老师这么在这跟你一掰扯 我就不信你找不到重分类日 咱再看一遍 它是指导致企业金融资产重分类的业务模式 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期间的第一天 下一个季报的第一天 就是这四天里的一个 一月一四月一七月一十月一 那么我们找到了重分类日以后 再进行相关的处理 当然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提示一点 这也做一个科问题考虑 说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变更 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情形 告诉我们不是你想变就变的 那是很少见的 企业的业务模式的变更 必须在重分类之前生效 那是当然的 如果你的业务模式变更没有生效 你是不能做重分类的 以下情形就不属于业务模式的变更 这列举了三个不属于的 你可要做客观题 小心咯 第一个 企业持有特定金融资产的意图改变 仅仅是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发生改变 而不是改变了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的话 你就不能重分类 第二个 金融资产特定市场暂时性的消失 从而暂时影响了金融资产的出售 第三个 金融资产在企业具有不同业务模式的各部门之间的转移 不能算作你的重分类 这三件事 你了解做客观题的选项准备 因为在让你判断该不该重分类的时候 往往可能拿这三项中的一个来做干扰 我们继续看 那么在金融资产的重分类中 到底是一个怎么重分类呢 在这里边呢 我给一个图 这图非常的简洁 但这图可以告诉我们 金融资产三分类的 怎么分成的类别和怎么重分类的问题 这图可神奇了 有人说老师我发现你个规律 你一边讲一边自卖自夸 没错 老师一边自卖自夸 老师也欢迎你认真听 看看老师说这个是不是言过其实 还是恰如其分 我说这图好用 你听听看看啊 最后你的结论是言过其实呢 还是恰如其分 首先这图告诉我们 金融资产的三分类 你比如说一二三 对吧 在这第一类里只有债权 在第二类里既有债权又有股权 第三类里面也是既有债权又有股权的 怎么分进这三类会叫三个框的 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我就不再重复的说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们在三分类的时候 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在三分类的时候 你还记得不记得 这股权 要是按道理讲的话 上来股权 他就没有SPPI测试 你说老师那SPPI测试是啥来着 就是他不是满足支付本金和利息 因为股权何来的本金和利息呀 所以按道理上来这个股权 就得把它扔到第三框里去 但是我们的准则 不是这样的一个僵化和这样的武断 而是给你说话的机会 我们的准则就问股权 你告诉我你是交易性的非交易性的 股权马上回答 我交易性的准则马上说了 交易性就别说了 去第三框吧 那这股权说 那我是非交易性的 准则问 你要是非交易性的 你想不想去第二框 指定成以供应家的计量企业变动 记录其他增加收益的金融资产 股权说 我去那有什么好处呢 我为什么要去那呢 我要去那之后将来有什么后果呢 准则说了 去那没什么条件 你想去就能去 但是有一个后果你得承受 就是啊 一旦把你直接指定成了 以供应家的计量企业变动 记录其他增加收益的金融资产了 以后从生到死 不许再碰损益 你能不能忍受 这个股权想了想啊 我还是能忍受的 一咬牙 就去了第二框 从此之后到了第二框 他就不再关注供应家 他的供应家的变动 只能记住其他送货收益 将来其他送货收益 也只能转留存收益 总之不让碰损益 当然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目前我们的准则 有几个小特例 我给大家归纳了 那么如果是非交易性的 还不想进那第二框 那怎么办呢 也别无选择 只能进入第三框 但是说到这儿呢 我就把股权单独提出来 告诉大家 这股权呢 进入了第二类 那是直接指定成的 直接指定成的时候 还有一句话 叫一旦指定 不许撤回 所以你告诉我 股权成第二类之后 还能撤回变第三类吗 所以股权就回不了 第二类的股权 回不了第三类 而第三类的股权 如果你属于交易性的 你连想都不用想 就不能去第二类 如果你是非交易性的 你当初没指定成 你是我后续再指定 也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股权 无论交易性 非交易性 总之股权之间 就在第二类跟第三类之间 这个通道给截断了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在金融资产的三分类里面 如果简单的说 股权和债权的重分类的话 那我们能重分类的 只能是债权绝对没有股权 所以接下来 我们讲金融资产重分类时 那么我们的目标就集中了 无非就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换第二类 这是债权之间 或者第二类转换成第一类 或者第一类转换成第三类 或者第三类转换成第一类 或者第二类变第三类 或者第三类变第二类 实际上有六种情形 但六种情形都是债权之间的 重分类 你看 你这么一摆着 这事难道不清晰吗 就这小图 我们先完成了对股权的剔除 然后留下债权 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是两两 互换 一共有六种情形 或叫三对六情形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规律和方法 刘老师呢 特别欣赏那些会考试的人 其实会考试的人呢 就是会学习的人 人家在那学一晚上 你也学一晚上 你学一晚上除了困之外 什么都没剩下 人家学一晚上归纳了好多东西 并且人家能够给你再传递出来 能教会别人 那么他怎么能学不会呢 所以啊 我希望现在电脑前的你 正在听刘老师的课的你 真的能明白刘老师的良苦运行 讲课这东西不再讲了多少知识 你不听课不再你听了多少遍 关键你是否走心走脑是否有铲除 你得把它铲除啊 好 我们继续 前面呢 我们讲了金融资产分类的这种理念和思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练习练习 首先拿出一对 这是一类和二类之间的 以后我一说一类和二类 你马上就想起谁是谁啊 这一类和二类之间是谁呢 一类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二类是以供应借的计量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但他们本身说的都是债权 那么一类金融资产重分类成第二类时 如果拿会计科目说 就是把债权投资重分类为其他债权投资 当债权投资重分类其他债权投资时 这里就是一变二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个原则 这原则可重要了 就是把你第一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直接转成第二类 但是在重分类日那一天呢 我们新生成的这个第二类金融资产 你不是一变二吗 一他要转销 二他要新生成 你增加的这个第二类金融资产呢 用的一定是重分类日那一天的 公运价值来计量 也可以叫借记第二类 你看我说模型啊 你的分类一定是借记第二类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你代记谁呢 你的代方一定是截转的第一类 是债权投资 而第二类用的是公运价值计量 这公运价值是重分类日那一天的 可是你截转的是谁呢 你截转的是原来第一类的账面价值 当公运和账面之间有差额时 我们把它寄到哪去呢 我们把它寄到OCI 这分路老师就给大家说完了 这就是我们说那个 要把公运账面之差走 其他总和收益 如果考试考这个点的话 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 首先你新生成的其他债权投资 我们是公运入账 然后公运账面之差 我们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那么要是把第二类重分类成第一类呢 我们来看一下原则 当把第二类重分类为第一类的时候啊 应当将第二类之前确认的 其他总和收益给转出去 调整该其中资产在重分类日的公运价值 并以调整后的金额做新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适同该其中资产一直以贪成的计量 这就是原则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原来不是第二类吗 你告诉我第二类金融资产可能都做过什么样的处理 首先 因为它是其他债权投资 它期末时曾经可能对公运价值进行过调整 当公运价值增加的时候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呢 它要借记其他债权投资 公运价值变动 代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当其他债权投资减少的时候呢 它要借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代记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当然明细科目都是公运价值变动 我相信你一定是知道的 比如说老师我不知道 你赶紧知道 这样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说 当然老师我实在不知道 没关系 后边我还讲 但是已经说过内容 你尽量的要清楚 也就是说 其他债权投资的公运价值变动 我们增加的是 其他债权投资 明细科目公运价值变动 代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减少失所相反处理 这是你在第二类的情况下 可能做过的一个处理 另外你还可能做过什么 你还可能给了第二类金融资 提过减值的 这你更应该注意 我们第二类金融资 提减值是特别特殊 怎么特殊呢 它的分落是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再也没有它这么特殊的了 我们其他各项资产的减值 我们都是走的 某某资产的减值准备 尽管我们地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值 它是充减的地延所得税资产 它就比较特殊的了 但是也没有特殊到这种特殊程度 就是说你这个其他 债权投资提减值时 借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呢 走的竟然是其他总和收益 也就是说 如果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下 你曾经做过这些 那么现在变成第一类了 大家告诉我 你二变一时 你站在一的视角下来看 你承认谁不承认谁 首先我们肯定不承认你的供应价值变动 因为在第一类金融资产之下 是没有供应价值变动的 第二件事 我们是承认你的减值的 因为第一类金融资产也有减值 但是 我们绝对不承认你这个减值下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不承认其他综合收益怎么办呢 我们说第一类金融资产减值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分路应该是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的是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而你第二类减值的是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现在借方都是一致的 你只需要把第二类的减值的代方 其他综合收益 变成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减值的 叫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这就成了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有关的会计处理 首先我来看一下第一类金融资产转第二类的时候 或叫第一类金融资产重分类为第二类的时候 你看 借记其他债权投资 按照重分类的供应价值计量 这不是第二类吗 这是新生成的 然后你代方是债权投资 然后这是要截转的账面价值 这就那第一类 你的公寓和账面之差 在代方走其他综合收益 在借方时也要走其他综合收益的 当然这里边 如果你有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减值 你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减值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记的是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而现在你把第一类变第二类的 第二类也是承认你第一类的减值的 你可以把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变成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你借记的是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代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说第一类第二类的减值是互通互认的 只是把这个科目编一下 但是刘老师讲课时呢 刘老师更建议这第二笔分路不要单写的 你直接给它合到第一笔中来 你看得更清楚 为什么呢 当你把债权投资账面价值截转时 你代记的是债权投资 你的借方是谁呢 是债权投资的减值准备呀 当你把准备放到借方时 你代方这其他综合收益差额 自然就把我们那个其他综合收益挤出来了 有人说老师这么不合理 因为其他综合收益有的是直接挤出的供应价值 有的是我们简直转来的 你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这差额呀 我们说的是供应价值和账面之差 直接写个总差额 其他综合收益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你在这里写两个分路 没毛病 你把这俩分路合在一起 那非常精准 就是用供应减账面差额走 其他综合收益 别管穿的借方还是带方 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一变二 再来看 二变一的时候 首先把债权投资之下的成本呢 利息调整的应激利息啊 一一对应的转到了其他债权投资以来 哎 你就都把它转过来 这就成了 这是第一步 先把这账面转过来 然后呢 把你在第二类金融市场之下 曾经确认过那个供应价值变动 给它冲回去 这叫冲回去 啊 这叫冲 你往回一冲的时候呢 你原来是增加其他债权投资的 那你的分路是借其他债权投资 故隐家的变动 代替其他综合收益 那现在你转回呢 你就直接做相反分路 冲 比如说那我当初要减少呢 那你就反过来咯 你当初减少时是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替其他债权投资 那你现在就借其他综合收益咯 总之这事是难不住你的 你只需要记住有一冲 这叫有一冲 二变一时有一冲 另外还有一转 怎么转呢 你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你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曾经记题过的减值啊 你的分路是借记信用减资的损失 代替其他综合收益 但你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应该是 借记信用减资的损失 代替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减资准备啊 所以你就把这个信用减资准备 转到债权投资减资准备中来 我们转的时候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替债权投资减资准备 比如说老师 我也把这个分路给他上面合过去 不要合 二变一的时候走三步 先把账面对转 然后一冲公寓变化 一转减值分路 这三步走 你要单走 这样做才容易对 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2020年1月1日 假公司雇入某公司 以当日发行的面值为500万元的债券 实地支付了价款520万 另支付了相关交易费5万 债券票面利率50% 利率4% 每年末支付 当年利息到期存本 假公司将其划分为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最重要的这句话在后边 就是说你一共花了520加5 这么多钱 你把它分成了第一类金融资产 那么它的入账成本是多少呢 当然是525楼 这是我们的入账成本 人说如果你写分路的话 你会借记债权投资成本 也就是面值500 代记的是 银行存管525 那么两者是他25要走利息调整的 由于这里有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也是要挤到利息调整回去的 所以说其实这525啊 就属于你这债权投资的初始贪成本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实际利率是4% 票面利率5% 等到后续你期末 借记应收鼓励时呢 你要用面值500 乘以 票面利率5% 那叫5525的应收鼓励 那么你要用这525的实际成本 或叫初始贪成本乘以实际利率4% 你要算出一个 是我们的投资收益 那么这个投资收益呢 应该是21 所以在第一年年末呀 你就可以从贷方 从贷方挤出一个 利息调整是4万 任务老师凭什么利息调整一定出现在 在贷方是4万 后续给大家讲的 因为你的差额在初始计量时 你花525 你的成本是500 你的借方有25万的利息调整差额 你借方的利息调整差额 在以后期间一定会通过贷方来分摊的 现在这4万贷方的利息调整 就是分摊你当初确认的 借方的那25万的利息调整的一部分 在20年的年末呢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是515 因为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单纯从第一类本身来看 这515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继续看 而20年12月6日 蒋公司因管理该项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发生了改变 于是呢 下一季度的第一天 1月1日就是重分类日了 将该金融资产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量起来 变动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就是经典著名的一换二啊 那么一变二怎么办 一变二的时候 你用公允入账吧 你截担你的账面价值吧 公允账面之差 你走其他生活收益吧 而会这些那拿不住你 该项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510怎么样 入账那这个重分类日那天的 公允价值500亿有了 我们再算出你截准的账面价值 不就成了吗 比如说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你算一算 最初是525 当年年末 你就充气了一个4万 利息调整 我叫分摊呢 所以最后是521 你521的账面公允是 510 而你521的账面价值节转 而你的公允是510 公允账面之差 很显然是个负11 有人说怎么是负11呢 如果公允大于账面 你是贷方差 如果公允小于账面 你借方差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类假公司 关于该项投资相关处理 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来1月1日 确认债权投资525 没问题 当初的成本就是它 2020年12月31日 确认投资收益21 刚才我们算过了 就是初始账面成本 诚实的利率 2021年1月1日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是负的20 怎么是负的20呢 我们刚才是负的11 所以这肯定不对 它不对 我们要选它 21年的1月1日 确认其他债权投资 500 一直是供应路上 它是正确的 所以本题的错误的事 说的是C 所以正确的选项 就是C选项 因此呢 我们说 应该是借方 其他综合收益 11的 这个具体分析进程过程 也许有的学员 现在还吃不消 老师心中有数 因为我们真正的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的伎量 我们还没有讲 这里边 你先努力的学 如果你还是听不懂 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回心 没学习的人 谁也是这样 但是你只要能够努力 等后续老师再讲时 你一定会 果然开朗 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 是一三之间 这一就是以贪欲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三类是以 供应价值量 企业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么一和三之间的 重分类呢 包括了一变三 也包括了三变一 先说一变三 就是债权投资 转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原则非常简单 比照一变二来计 一变二的时候 重分类是供应计量 你一变三的时候 重分类也是供应计量 那么截转的是第一类的账面价值 那么供应账面之差 一变二的时候 供应账面之差 走的是其他存活手益 一变三的时候 供应账面之差 走当期损益 这当期损益是谁 有人那么一较真 老师就告诉你了 这个当期损益走的是 不是投资手益 有人在这啊 容易出错 有人一听当期损益 跟金融产业有联系的 都似乎让你感觉到就是 投资手益 其实这不是投资手益 它是谁呢 它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一变二 那差额随二走 二的变化是其他存活手益 那么一变三 这差额随三走 三的差额是谁呢 三的差额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那么三要是变成一呢 这事非常简单 应当以期在 重分类制的供应价值 作为新的账面余额 如贪用成本 计量的集中资产 为债权走资 应当根据该集中资产 在重分类制的供应价值 确定实际的率 其后 你贪用成本集中资产就成了 这么大一段话 就是一句话 你拿交易性集中资产的 公允或者账面 直接变为第一类 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注力 首先一变三的时候啊 借记交易性集中资产 代记的是 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那么两者之差 我们挤出的是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这里有人说 那你这个减值 那第一类减值第三类 他不认可 不认可怎么办 咱冲了呗 所以你这冲减值时 你直地按账面价值走 他不就成了吧 那么按账面价值 有人说那不对 那你第一类减值 想提减值时 你是接地信用减值损失 代替这群投资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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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损益 我们再看 三变一 就直接拿交易性集中资产的供应价值 借债权投资 成了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2020年1月1日 A公司以3100万元存款 作为对价购买了B公司 当日发现了一项公司债券 取得使A公司根据该投资的合同心 流量特征和幼模式 将其划分为贪欲成本集中资产 第一类 20年年末 该项金融资产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是3200 账面价值3065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项债权投资的战本价值有了 因为它没有给你面值啊 这个出使贪欲成本呢 你没法通过计算 找到期末战本价值 但如果一旦给了你有关信息 你必须通过计算 才能找到战本价值 这个战本价值是你值的 那么第一类的账面价值也有了 期末的供应也有了 20年年末 那么你A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一定要业务模式发生改变 A公司将其重复类为一 供应价值将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叫一变三 21年1月1日那一天是重复类日 该项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仍然是3200 那非常简单了 我们在重复类日那一天 借记第三类金融资产 我写个三 它的供应价值是3200 那代记谁呢 代记的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3065 在代方有135的差额 这是谁呢 供应价值变动所以外 就这么简单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是 A公司应在21年1月1日 确认以供应价值计量起变动 就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065这是不对的 这是账面不是公平 A公司应在21年1月1日 确认投资收益135 这里边没有投资收益的问题 那么A公司应该确认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135 这才是没毛病 那么A公司应该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 这根本就没有其他综合收益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差额 既不能走投资收益 当然也不是其他综合收益 它一定是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第三组是二三之间 作为二三之间呢 首先我们先说这二和三 其实啊 这二和三之间 略微有些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类金融资产是其他债权投资 第三类金融资产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他们本身都是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有人说都是供应价值计量不就简单了吗 是的 虽然说从供应价值的视角来看 他们都是相同的供应价值计量 好像简单了 但是有些问题还是非常复杂 我们一一的说来 首先呢 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你是否曾经有过供应价值变动呢 快点说我这有 第二类金融资产 我的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变动时 我借记其他债权投资 明熙科目就供应价值变动 代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价值下跌时我做相反的处理 我曾经做过 好的 那么你第二类金融资产这个供应价值变动 我接着问人家第三类认可不认可这事呢 人家第三类也认可 第三类也有供应价值变动 但是人家第三类供应价值变动 用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你这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怎么办 既然你二变三了 那你就得接受这个条件 你要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形成的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转换成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第一个要转的 另外 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呀 你还可能提过减值 不许你那减值啊 可特殊了 特殊在哪呢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代记的是谁 其他综合容易 OCI 那么请问我第三类金融资产之下 有没有减值的问题 第三类绝对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 没有就把你第二类曾经提过的减值 没说的 你给我冲回去 实际我们发现 第二类变第三类时 也仍然是一冲一转啊 这里冲的是谁 冲的是你的减值 这里转的是谁呢 转的是你的供应价的变动 那现在我们就冲回去 你说冲我还不会吗 提的是我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其他生活收益 我冲的时候 我做相反处理 借其他生活收益 代记信用减值损失 恭喜你 回答错误 注意啊 我们把第二类金融资产减值 因为重分列为第三类的时候 把第二类金融资产的减值 冲减或叫对冲的时候 我们借记的是其他生活收益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代记的是谁 绝对不是信用减值损失 应该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一定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则 先说二变三的时候 应当继续供应价值计量 同时 且应当将之前去你的其他生活收益 转入当期损益 他是没说 如果之前有减值的话 减值也要把它转到 把其他生活收益变成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总之你变成第三类了 你那差额都要随着供应价值变动走 那第三类充分为第二类呢 这三回二的时候特简单 就跟三变一一样 直接拿供应价值 进入其他债权投资 这事就成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分落 首先二变三的时候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那第三类 代记其他债权投资 然后你把供应价值变动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可能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也可能做相反的处理 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曾经记忆提过的减值 转过来的时候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信用减值准备 代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看见没有 二变三的差额 我们只能走一个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似乎我们注意到 这个一变三 差额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二变三 差额也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好像都是这么一个感觉 没错 我们是这样的 只有那二变一的时候 二变一的时候呢 我们该冲的冲 该转的转 好的 把这些内容啊 你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理解和掌握 这事就不难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三变二的时候 同样的三变一直接过去 三变二的时候 借其他战争投资 代交易资产 那说到这里呢 我就把三个内容之间的相互分类 叫三大类六情形讲完了 刚才是一组一组的说 你感觉有点凌乱 刘老师有招 刘老师就能猜出来 你现在感觉凌乱 就猜出来 你的电脑前正在抱怨 说刘老师讲的太乱了 我早就知道 那现在刘老师有一招 你要学会 这事也容易 但是刘老师这绝招啊 不能上来就用 得让你有点基础之后 再用你才有感觉 你说老师我上来就听你绝招 你听不会 你在前面忍受了这么一段之后 老师作为奖励 教你的绝招 相信你一下子就能开悟的 我们三分类 刘老师有一发 这不是三类金融资产呢 我们分别从一二三出发 找个最简单的 让你高兴一下 从三出发时 三可以变谁 三可以变一 三还可以变谁 三可以变二 还有别人吗 没了 告诉大家 三变一 三变二的时候 他们有差额吗 没有 他们有别的调整吗 没有 就一件事 拿你第三类的金融资产 直接记入债权投资 或其他债权投资 成 六类里的两类 一句话 一句话 解决 这是绝招之一 想不想听 想听继续 咱接下来 再从一出发 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刷二呢 你别着急 你从一出发时 一去哪 一去二 一去哪 一去三 诶 刘老师的绝招是告诉你 你就记住差额就行 一去二的差额是其他中文收益 一去三的差额是公务运家的变动所一 成了 就这么快啊 就这么快啊 那一 那再最后一个 再从二出发 二出发有点复杂 但是呢 也没那么复杂 二变一 二变三 对吧 二变一的时候啊 你注意 先把其他债权投资的账面 转到 债权投资 这是第一步 第二件事 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的 其他增加收益 你不是有公务运家的变动吗 你冲回去 因为第一类没有 人家不需要公务运家的变动 所以你冲回去 那么第三件事 是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的减值 其他增加收益 你把它换成债权投资 简直准备 转换成债权投资 自己人准备就成了 所以当你二变一的时候 除了账面价值 直接转值 你记得有一冲 有一转 这事就成 那么如果二变三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二变三的时候呢 这个二变三的时候啊 也差不多有这三件事 首先呢 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的 其他债权投资 账面价值转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第一件事完成了吧 第二件事呢 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的 那个谁呢 那个 曾经有的供应价值变动 你给它从其他作用数据转成 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然后呢 把你的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那个减值呢 你给冲回去 但冲成谁呢 冲成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移 哎 你发现了没有 当你从第二类出发时 那就是三步走 先账面截转 然后 都有一冲一转 所以从第三类走 最简单 供应一路账 从第一类走的时候 俩颤子 从第三类走的时候 三步 都有一冲一转 这六种情形 刘老师教你这绝招 你可记下了 你要记下了的话 你就从一二三 你还想不起来吗 你说啥也想不起来 你想起一了吧 你想一到二三吧 你要想起了一二三 你想起了三分类 你就可以在自己在这 就像刘老师啊 这叫什么 告诉你刘老师 这叫思维导图 有人说 刘老师你别来了 这还叫思维导图吗 这就是你思考的过程 怎么是思维导图呢 你要再往前推 这三类集中传 是怎么来的呢 分类都过来了 就这么学 你散乱的知识 必将成为体系 努力吧 我们来继续看 单向学的题 2020年1月1日 假公司购入 某公司于当日发现的 面值为500万元的债券 实地支付了购买 价款520万 另支付了交易费5万元 债券的票面利率5% 年利率4% 每年年末支付 当年利息 盗窃 依次还本 假公司根据官类 该支付费有模式 核心理量特征划分为 因为这题前面用过 所以咱就找关键词 划分为谁呢 供应价值质量 解析变动 基础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用一个号标一下 它是第二类 当初第二类 2020年年末 该支付费的供应价值 是530万 初实账成本 525 后面是供应价值 变动530 2020年年末 假公司因为管理 该项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 发生了改变了 那么该项金融资产 充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量 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马上看到 这叫二变三 二变三 从二出发 比较复杂 要做三件事 一把账面截转 二要把二的减值 要给它转成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三要把你的 平时供应价值变动 转成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该项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是530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假公司 关于该项投资相 相关处理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这里边 重分类日 确认了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给人感觉似乎有门 这里确认了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一个二十 一个几万 看来好像是 这里中的一个 因为另外两个 都是投资收益 显然我们是不确认 重分类日 这里边 因为二变三的时候 无论是减值 还是平时的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都要走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的 所以我们从直觉判断 用排除的方式 这里可能在 A和B之间选一个 你要有这种思维 考试时你也已经很厉害 因为你还没做题 已经排除了一半的障碍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答案 答案是B选项 为什么是B选项呢 来 一起看 战亚圈的初始上 价值是525 那么年末 确认的投资收益是21 所以呢 年末的贪余成本呢 就是525 再减去 其实再减去4 因为我们会算出的 利息调整4万的 这就不说了 521 那么年末的 战亚价值是530了 也就是说 在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曾经有过一个 521和530之间的问题 因为你第二类金融资产 要把这差额9万 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在你充分类之前呢 你曾经确认过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充分类日的时候呢 就把这其他综合收益给转成 公民价值变动损益就够了 老师 你说的不是一冲一转吗 那这不就一转呢 那冲呢 冲是说有简直 这道题没告诉简直 就一转就成了 没告诉你简直 你老冲什么 就是一个转 转过来 9万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 就是9万咯 所以本题正确的选项 是B选项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我们砍下了金融资产 重分类这块硬骨头 为什么叫硬骨头呢 其实它本来没这么难 我们教材也好 我们的课程也好 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计量还没讲 在这有计量 按说这要先说完分类 等到你把计量都学完了 再去说这段核算应该容易一些 所以初学者一定吃力 但是我们考筑块 它有个假设 能考筑块的都应该有一定基础 最少对筷子都有一个感觉 特别自信 否则谁敢考你的筑块呀 所以筑块的教材 他就把这核算放在前面了 老师呢 也就先这么讲 如果对于这重分类分落 你拿不下的话 也别着急到后续慢慢的拿下 我们看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首先作为金融负债的分类呢 通常分为以贪欲这么几乎的金融负债 和以供应价值计量 其实变动技术 当期损失的金融负债 事实上我这里告诉大家 这是通常 也可以说只要你分不出去的 你也只能给 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了 这是我们金融负债分类的兜点 它就像我们金融资产那个第三框一样 它是个兜点的 你能往外分 你就分 分不出去 你就要贪欲成本计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企业作为购买方 确认的获有对价 形成的金融负债 也只能按照以 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来处理 这句话的前台词 就是对照了我们前面的 交易性资产来说的 那里边说你不能直接指定成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金融负债 也只能叫交易性资产负债 其实在这总结在一起 说一句话 就是说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或有对价形成的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 一个只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另外一个只能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我们既然说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是兜底项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一个兜底法 说除下列各项外 下列是谁 说的一二三这下列 应当将金融负债 重分类为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这不是告诉我们 它是兜底的吗 就是说你面对着一项金融负债 你先往外分 分不出去 你放到这 先往外分谁 第一个 以供应家的计量企业变动 记住当机损益的金融负债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直接指定为 以供应家的计量企业变动 记住当机损益的金融负债 就是说你能分成这个类别的 就分出去 分不出去的 看看符合不符合 下一个 说不符合中止券条件的 金融资产转移或继续涉入 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这个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 第三个是部分财务担保合同 以及不属于 以供应家的计量企业变动 记住当机损益金融负债 以对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有人说老师我不太懂 没关系 贷款承诺和合同担保 你知道是负债 就够了 将来他们还有减值呢 而且负债有减值 对他有减值 你就知道他们是负债 也就是说一个金融负债 分布到上述这三种情况中续的做什么 做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当然了 如果面对了一项金融负债 企业你选择了供应价值计量 你有供应价值选择权 你选择了 已经做出不得撤销 比如说什么是选择 所谓选择就是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价值计量体系变动技术 当其所义的金融负债 直接指定成是可以的 并且这类负债的具体核算 是还有个特殊情况 这个特殊情况 我们后续再说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如果因为自身性风险引起的 它应该走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老师你不是后边说吗 我先说一句 走其他综合收益 当然如果引起错配的话 也还可以走供应价值变动所益 就说这么多 这是后续还要讲的 但特别重要 总的一句话 如果你直接指定了也不得撤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要做客问题掌握 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重分类 这事跟金融资产绝对不同 金融资产有重分类问题 金融负债没有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下列 关于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有 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正确不选 金融资产之间进行 分重分类的 应当采用未来使用法情处理 正确不选 那你是个多选就剩两项了 肯定了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金融资产的 这叫一二变二的时候 应当以账面供应支插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你走当地损益不对咯 因此选色A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第二类 重分类为以贪于成本 金融资产是二变一 之前的其他综合收益 不需要转出 正好说法 应该转出 应该转出 所谓转出就是对冲 所以他又错了 因此还要选上B选项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C和D 具体解析不再多说 是C和D даже几乎 disc orchest Nov 事故 因此还要选项 什么事 因此有恨